MING PAO TORONTO 嗨!大家好,我是李莱蒂 今年42岁来自马来西亚,北马基达族 大概是在2011年 我的耳朵后方是组织的 然后就去了普通百科医生的病森所 去看医生 医生是说当时是热气发热气 说要吃药他们退 结果就很久了 拿了很久时间都退不下来 然后就给朋友 要去专科医生 耳鼻喉医生 去检查了 所以当时候检查 就马上立刻就觉得 说我是鼻炎来的 那时候我记得是晚上时常睡不着 然后有一股 好像烧着我 烧着我头那种 就特别的辛苦一些 当时医院第一声 就告诉我分上鼻炎来 就简直是一片崩拜 就完全想不到是什么情况 什么状况了 就连当时候我怎样回到家 我都忘了 整个人真是世界末日 世界末日到了 当回到家就一直躺着 躺着 就那个恐惧就连站起来 站起来都没有那个力气 简直是躺着床差不多是一个星期完全动不起来 当时候家人都是和我一起 都是很伤心的 特别伤心的 非常补助 因为都毕竟对这个癌症了解不多 所以当时候全部人都陷入那种 非常世界末日这样子的状况 一片混乱 就要忙着 怎样找医生 忙着去找那些 比较地道的药 就哇 你去看啊 其实当时候呢就 那时候医学上的知识对癌症的说 就非常恐怖的 因为几乎是没有药的 没有药的 所以很多人都在建议吃土房的 中医的就也有 因为在医学上的方面是说 别人就会死了 打了癌症就 不久我们就会承受不了那种 那种压力那种痛苦就会死掉 所以我几乎就对于这个 这个医疗上呢就不断的接受 过后经过很多朋友啊 就一直辅导我 家人也是告诉我 别放弃 因为孩子还小 我也还年轻 所以我就决定拨一拨 拨一拨就做了那个治疗 就是33次的电疗 6次的化疗皮膜 就做大概 大概9个月的疗程就完了 当时候其实过不上太多了 因为在我人生中 应该是觉得孩子是非常重要的 我就一直非常伤心 是想着以后我孩子怎么办 处理不到 可能有吧 因为当我躺着医院的床上的时候就 可能想着写着那个 录一些影片 等我孩子长大的时候 再让他们知道 因为毕竟那时候我孩子才3岁 太小了 跟他沟通 然后呢 然后呢 然后就可能 太过自信 或者是overlook去 我就不大在乎了 放得比较 怎样说 我们就比较 松下来了 过了几年 就突然间有一次 我的肺 我心脏很痛 我以为我得了心脏病 就 再去腌了一下水 就觉得 那个报告告诉我 就是我得了 我的癌症复发了 就转移到肺 那时候当时的肺 也是不轻了 就 一边就7点多Cm 就 另外一边就 两颗 就一小颗 就2点0Cm 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说 在医学上 这个是属于 晚期的 最后一切的 癌症 那时候也是 肿砸了一次 这个复发 这个情况呢 就 觉得也是很惊讶 为什么那么多年 还会复发 然后就 慢慢 让自己的心情 平稳下来 可以说是慢慢去思考 我这些人去 觉得自己做过什么事情 所以很快我理出 我真的是 不懂得照顾自己 所以我都是 必须要重整自己的心情 来接受第二次的挑战 来走这个抗癌症 犯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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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我的生活比以前更加好 我会 我爱惜自己 存自己做一点 我觉得呢 就 我们必须要了解 什么是癌症 然后就 进展治疗 这个对我们现在 很有帮助 因为毕竟我们现在的医疗 医疗水平已经提升很多 所以治疗 会帮助我们 延长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 提高我们的 品质的生活 所以 最好就要 勇敢去面对 既来自治癌症 如果我们 不选择疾病 那么我们可以选择 面对疾病的态度 越坚强 越乐观 即面对 希望就越大 如果 越早发现 癌症 更有可能治疗 做出反应 从而大大提高 存活 概率 请不吝点赞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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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